20 Nue Average分跟天霸吃兩把雞的排名是一樣的 哦 這邊是小鬼 撞過來 飛機車了 打了一個 哎呀 小鬼這個位置 沒得搞了呀 掉了一個人 這邊有點亂啊 你看這個 這個房區附近 哇 全是人 這邊轉頭回來撞了時間 打他吧是一個分戰的情況 打他吧沒有掉人 兩個房區他全想要 嗯 這邊要覺得有 這個房間來了 有隊友倒在這裡 然後剛好也打得比較混亂 直接接了 哦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看實際的時候在小鬼頭上 他做了一個操作 他開車把那個人直接 就補了 他開車把人補了 對的 我走了 哎 這裡找到一個 先放倒了一個 直接往窗口扔 打他吧想回來繼續接這一波 但是其實基本上已經找到突破口了 而且也發現了撞肚子的位置 哎 又掉一個 怎麼出來啊 感覺當當晚沒注意到二樓這把搶險 Heaven是一上一下 再二樓繼續操作 真的 不過說起來這個大艙這個位置 確實是 一手裡的手 而另外從 套出了喷子 爛不倒了 他為什麼噴了那麼多槍 我剛剛懷疑是不是 我就知道他 聽到了三聲喷子搶響 然後最後一喷子 他把這個人噴倒 照理說他那個角度 就一槍就帶走了 是不是噴鍋了 對對對 鍋 就這三槍 這麼近不太可能會噴馬吧 人都沒有動 三路他只能 先溜 看看 因為其實這個一圈 其實 能用的陸地面積不多 大家選擇的一些點位 就是比較好撞的點 還是有機會能撞就撞 那GBL這波其實算是成功的一個撞點吧 是很多隊伍打這種圈 一定會選擇一條路線 是 因為 哦 車已經動那個 這SKS點車也這麼蠢嗎 哈哈 這個就真的 就對我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SKS這個 就點的移動把都費勁 別說打車了 嗯 這個也是熟練度 加上手感可能到了 然後另外一邊 4M是應該在核點的過程當中 被連打代補一個 卡德維 就還不如不繞 可能自己走土路交接的這邊的話 視野啊 包括信息能拉得更多一點 主要是能快一點 對 就看誰速度快 誰能搶到這種好的房區 買房吧 買到這種又高又好手的房區 但從概率上來說 後面的小區啊 Milta裡面刷的概率真的很小 之前很少能看到這種 對 好這邊接一下DK的車 Loki已經被補了 Under也被放倒 穩住啊 但是對邊有噴子一定要小心 嗯 1樓是小路 CTT一個人在下邊的房區 這兩個房區全都要 好機會貼1樓近點 拿了噴子 觀察 這邊小路微信的軍手 將Fox其實帶走啊 隱患暫時拔除 另外一個看一下 跟Loki的助手先打一個 放位置 拿火封一下 鋪住時間 踩火上來 你想幹嘛 USG 另外一句話 就是這個USG經典的一個 圍橋周邊的一個Pick 是 這個城太熱鬧了 現在 現在我一幀畫面看得 你別說某種 某種方面還挺清晰的 是 它會暫停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個 把那個情況給讀得很清楚啊 是 然後咱這個小地圖 有可能也要放大一下啊 是的啊 這個 我們現在屬於看圖說話啊 人把的手雷 將人放倒 這波人把直接往前去 就把人給堵掉 那 USG這波被分割了呀 把他搞了 應該是要全部被淘汰 這是第一支被淘汰的隊伍USG 這個極端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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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斯蘭路斯已經打 一個人打了500多的傷害 打了517了 哎呦 這啊 這是BGP的DG98 伊克雷 為經濟解圍 FTY是選了一波盲渣 他作為一個慢打的隊伍 這場其實對於圈裡的信息 是幾乎一無所知的 這一波 這波 這波 我GBL也要幫你渣 這一路上只剩一個 能不能下車 對不起 下不了 嗯 經濟好準啊 這幾兄弟在掃車 掃的 太高不太好打 17往裡扎 能去哪裡 這個石頭 哇 這一槍 打下來一個雪盔 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精準命中 把小北是連打待不 而且北部的Hero根軍 還已經打了起來 嗯 小北和小偉這一局 找得也非常的好 可惜這個位置也是被掃下來了 最後這個難度可能高一點吧 嗯 比雷還沒掏出來呢 被對面直接炸倒兩個 對的 這主要是女出貨的號角 找到機會打了一個側身 還能把隊友給拉起來 GX好像是分了人過來想圈個架 但是剛過來槍聲已經平息了 觀察這邊的情況 小歇 他又知道這個GS的信息 所以說他一直在防著GS來 打這個背身的一個槍線 很關鍵 哎呦 這是長龍走位有點大膽 對了 彥琳先打了一個 繼續加槍 拿火器鼓了 完了 血量太不健康了 嗯 長龍沒得救了 馬格的位置也是被鎖的 但是GS想 停到了炮龍旁邊的大石頭鎮 這顆雷 一雷又是一雷手下 有笑人雷 不急啊 等一下隊友 還有雷手裡 這顆雷是不是沒扔出去 沒扔出去 我看到了 我主要聽他那個聲效 喊到這個窗上 窗戶上了 這顆雷又被點了一個下來 所以一側身偷了馬格 但是自己也沒了 皮屁幫你扎 皮屁扎的這個角度 感覺是去撞MTV 不會這讓他撞下來吧 啊 這被撞下來了 皮屁應該還能活兩個 派右這邊的話 三個人還能保持繼續往前推 這一側壓力算是扛住了 果然才來了 手裡一顆雷一顆火 天路的話手裡應該也有雷 對 但倫巴先炸到了小頭 扔在了腳邊 腳的手裡去把倫巴給拿下了 是的 那Pero 還是下去了 還是下去了 哇 忍不住呀 阿希萊爾斯 這好多人好多分 封很多煙霧彈 想下去 啊 屁哦 但是他拉伸直位置比較大的 因為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平坡 也同時吃到了不少的強線 另外一側北部GX 也是從戰壕的位置拉了出來 戰壕並不帶圈 這個煙霧彈有點不太夠用啊 打了一個 但是DG98要打了教養 小童打了又打了一個 莎莎打了一個 小童打了一個GS 高點倒兩個要救人 但是爭取了給隊友 還能往前拉的一個時機 比小童飛抽出了大團 距離太遠了 真的 這個太遠了 真的沒得搞 這波反擊已經非常的精密了 但是這個結果 也是我們意料之中的 這個位置確實沒有上不來的 對 就剛才說 這個圈往左邊走一點 結果這個圈 哦 這小圈給GFA位置很好 而且關鍵時間段 捧擊倒了Pero 這個機器 一直都沒什麼戰損 道具什麼的給的特別多 噢 提提一顆雷 是的 這個位置被淘汰的 手裡有煙霧彈都可以操作 就這一波 就是中心點的DG98一定要小心 別把自己混死了 哎呀剛說把小童倒了 這是側翼的人 這個點不是很好待呀 兩個人全倒了 還是被投了 這兩個人這個地方就說說的 真的就說說的這地方 煙霧彈還是感覺有點少 還是就兩個煙霧彈 一定要起煙 多起煙 小九倒了 噢 這一波的一個關鍵字叫 是幫倒了小九 這個位置小糖被雷了 噢 隨機器換了一個 噢 七七打了兩個G98的人 但是天霸還瞬間被淘汰一打一 阿頭墨 趕緊發揮了 再一看他舉手 Nice 最後還是恭喜GFY八個淘汰 這魚真的是 我現在看什麼都